我们不能不否认的是 Pro Duo Mivi 是一款没有什么个性的车款 而这一次 Pro Duo 推出的这个 Gear Up 的空力套件 就是为了让它增添一点个性化 可是必须要说的是 这个空力套件似乎太过个性了 它包括了前面的保险杆 然后侧裙 还有尾部的这个后保险杆的设计 都有一些更改 它的售价大概是 RM2500 左右 而今天我们影片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为了讲 Gear Up 而是为了讲这个 Mivi 的次顶配车型 Mivi H 它的售价是 RM53,800 而跟它最接近的对手就是 Proton Iris Active 那一个是 RM54,800 相差 RM1000 选择次顶配还是选择隔壁家的顶配车款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 Mivi H 的优点跟缺点 首先我要讲这个 Mivi 有诚意的地方 它的诚意所在就是 全车系都有这个 Full LED 的头灯组 就算你是买到 1.3 最低配的版本 它都是 LED 的头灯组 而如果是有这个 ASX 3.0 的车型 就有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大家要知道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呢 其实是在很多的欧系顶级车款 才有的配备 而现在呢 Pro Duo 竟然让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的功能 出现在这个 Mivi 上面 要知道这辆车大概是 54,000 吧 所以 54,000 的车可以给你这样子的配备啊 我真的觉得它在某一些程度来讲 它已经可以跟这种欧洲 Conti Car 相比了 不过确实它有这个功能 然后欧洲车也有这个功能 我们这样讲的话是没有错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它的准确度跟侦测的精度 跟这些欧洲的顶级版本相比呢 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就好像今天你买了一个智能手机一样 你买一架红米手机 跟一架 Samsung 的旗舰手机 基本上 Samsung 旗舰手机有的功能它也有 Samsung 能拍照它也能拍照 但是拍出来画质是不是一样 那个就是差别所在的 所以有能够使用 但是它并不是最顶级的 可是我还是必须称赞 Pro Duo 啦 这样子的车款已经可以给你这样子的配备 其实已经值得很多的厂商学习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车侧 虽然讲它是有这个 Keyless 跟 Push Start 的 Button 可是这边有一个很悬眼的钥匙孔 其实我觉得 Pro Duo 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才这样子做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钥匙孔 可以跟这个门把整合在一起 整个会更整洁啦 这样子的设计我觉得有一点 你知道的 还有一点就是 Pro Duo 的新一代车型上面呢 它们的 Smart Key 是这样子 当你的车子在关锁的时候 你开锁 你前面的门是可以开的 但是你后面的门还是锁着的 你要按两下解锁键 后面的门才可以开 其实这个是原厂预设的锁门方式 当然如果你想要按一次 然后全部门都可以开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下 Setting 的 接下来教大家怎样做 现在就教大家怎样一键开锁 5 个门 首先就是开门坐进去车里面 坐进你的车子里面 然后脚不要踩 Brake 按这个引擎启动键 然后之后关门 看到这个开门锁吗 关掉开掉关掉开掉两次 然后开门 按着这个引擎的开门锁 OK 再按多一次 OK 可以了 然后再按多一次引擎启动键 然后你就会看到meter亮起 接下来我们再按多一次引擎启动键 这样系统就会把这个 Setting Safe 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试看一下它可不可以开两边的门 接下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按一次就可以开全部的门 解锁 这个门可以开 啊 开到了 开到了 成功了 看到吗 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按一次解锁 就可以开完十个门 卖车妹 我有看你的video的哈 进入这个内装 有几点要告诉大家就是 因为这个是H版本 H版本原装来是没有皮革座椅的 所以 Pro Duo 才会推出这个 Gear Up 的套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个 PE 呢 这个是 Gear Up 的套件 也是要另外给钱的 另外还有这个 行车记录仪 这个也是一个 Gear Up 的套件 然后这个 Carpet 也是 Gear Up 的套件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 Side Step 还有这个红色的 Gear Up 灯 还有这个 Carbon Fiber 还有点镀刻 当然这个也是要 Optional 的 但是如果我是 Myvi 车主 这个东西我一定会装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帅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个车子的这个空间表现 跟这个空间运用等等 首先 这一个是我的标准坐姿啦 我已经把它调到最低了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能再低了 然后这个方向盘 也是调到最高的 我的身高大概是 180 亿 大家看我的坐姿 基本上我的这个脚啊 基本都已经是要顶到这个 Staring 了 当然这样子说 已经是要顶到 Staring 了 所以这一辆车对我这样子升高的人来说 其实不是太友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坐椅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的肩膀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椅垫 超过蛮多了 我的肩膀都已经动到这个 Armrest 了 所以这台车的这个坐椅支撑表现真的不算是太好 我如果长途驾驶的话 我真的会觉得流泪 而且我真的试过开这台车从 KL 去到 GMB 这个驾驶过程真的会让你做到有一点点辛苦 然后头部的压迫感其实也是非常的重 因此我建议各位如果身高跟我一样的话 你如果想要买一辆 Prodo 车款的话 可能你可以考虑 Artiva Myvi 的话是真的是有一点点顶手顶脚啦 真的是 接下来我就要讲它的空间表现 我相信大家开车的时候很喜欢是把这个手机或者皮包放在一些地方 它这边有一个植物格 这植物格其实是杯架 你放了这个手机过后你就不可以放杯 然后这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给你植物的空间表现的 它也没有 Armrest 然后你这个手刹车的位置会低一点 所以有时候你要拉手刹车也会比较麻烦一点 植物空间表现方面这个 Myvi 是真的不是太清明啦 可是有一些细节我还是要称赞的 就是整个冷气的界面 它可以让你忙操作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觉得冷气不够冷 你很轻松你就可以调整风量 调整冷度 然后这个冷气的模式循环 你都可以这边很轻松的调整 这个是我觉得它比它的同级对手做得更好的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这个方向盘也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不过因为它不是 Advanced 的版本 所以它少了很多先进安全配备的这个按键 它这边只有这个音响快捷键 跟这个接听电话的按键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Power Mode 没有错 这个同样是有 Power Mode 的 剩下的东西其实它支援 ASA 3.0 它的 ASA 3.0 包括了这个 PCS 就是撞击预警系统 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偏离警示 车道偏离辅助 你这样是 SCC 跟车车盲点侦测 只有在这个顶级版本的 Miami 才有 不过我觉得作为吃顶配的车型 然后车价是大概是 5 万 10 千令吉左右 可以给到这样子的配备已经是非常好的 OK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这个的后座空间表现 空间是 OK 的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坐在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拳头 然后四个指头左右的脚部空间 所以你可以坐得斜一点 可是这个后座的座椅 我严格来讲它真的不算好做 首先不可以避免的 这个脚垫的支撑是真的不够到位啦 然后也很平 然后坐下去的感觉 这个发泡棉也很硬 所以坐久屁股真的是会痛 然后这个椅背其实也非常的平整 虽然讲它很好看 它有这个 Carbon Fiber 的布啊 然后有皮革 然后还有可调式头枕 然后加上后面还有一个小三角径 压迫感是没有那么重 但是坐起来你真的觉得很硬 不是很舒服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 它这个椅垫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薄的 所以发泡棉的设定自然也不会太厚 所以你坐下去的话 这个舒适性是真的不是太好 不过作为一辆四驱驾驶的小车 它们也没有expect到就是可能后座的乘客 会坐在后不坐很久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设定 勉强算是情有可原啦 如果你时常会在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出门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后座的舒适表现 是不是可以满足它们的需求 给我的话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就是中规中矩啦 V-Segment 的车 然后轴距2500mm 勉强说还可以接受的空间表现 另外我还有点要补充的是 虽然Myvi Hatch 它是有着一个触屏主机的 但是它并不支援倒车摄像头 倒车摄像头同样是Advanced的专输功能 不过既然有了这个触屏主机 自己去Wattler Wiring 装一个镜头应该也不是难事啦 这个是之后自己install 可以解决的事情 就像我们影片一开始讲到的 Myvi Hatch 跟 Iris Active 价钱相差1000块怎么选 其实两款车的价格虽然接近 但是定位是不一样的 我先总结一下Myvi 的优点跟缺点 Myvi 的优点在于它的市区驾驶非常的灵活 然后它的这个油门非常的轻快 所以如果你再驾这款车 在这个市区驾驶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这样的车很轻很好穿梭 就算是很塞车的地方 你要下来下去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重点是它的油耗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这台车我们开了很多天半缸油都用不到 还有一点大家不能否认的是 Produa 的这个妥善率是真的比Proton高很多 我也不是说Produa 不会坏 Produa 我也试过有扎音还有其他的问题等等 但是Produa 出现这些问题的机率是比Proton低很多的 这一点是我觉得Myvi 最大最大的优势 还有它的安全配备也很到位 基本上除了最低配的Myvi 之外 其他的四个车型都有SA 3.0 就是我刚才内装所讲到的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等等 这一点都是它比Proton更为优胜的地方 虽然很多朋友讲 Myvi 是 Highway King 但是我更加想称它为TALKING 市区驾驶之王 因为这辆车在市区驾驶真的很爽 尤其是有时候你去shopping mall 要找parking 然后有时候你要去打包或者去买一点菜 买一点日常用品 Myvi 完全可以符合你的日常需求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乘坐的舒适度不佳 然后它的这个操控表现就稍微普通 你如果是一般的市区驾驶它没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是要weekend去Torge的话 这辆车可能就满足不到你的需求了 我觉得这个是Myvi 的优点跟缺点都很明显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Iris Active 这里没有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对于Iris Active的试驾影片 Iris Active 的优点跟这个Myvi 恰恰相反 Iris Active 非常适合在 Highway 高速公路上行驶 因为它的稳定度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操控表现很出色 如果是你偶尔会上云顶一下 你应该会很喜欢这个Iris 的底盘反馈 因为我觉得这个底盘反馈真的是绝境欧系车的对手了 可是如果是在市区驾驶的话 这个Iris 的油门 Respond 就会让你有点欲苦 因为真的很 delay 而且顿挫感非常强 这个是一个去年Iris 车主的心得 另外一点就是Iris 的油耗表现其实也比较高一些 例如讲我本身的车我大概是打满大概是70块左右 70块我大概是行驶380公里左右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是不大省油的 可是它的这个稳定度跟它的操控表现 我觉得是值回票价的 而在内装的部分 内装的部分它的座椅舒适度 还有它的空间表现 置物空间表现等等各方面都比 Myvi 出色 但是相比 Myvi 呢 它在这个先进安全配备上面 确实非常的严重 例如讲它完全看不到任何一丝丝的先进安全配备 然后你再看一下 Myvi 49,000 的 Myvi 1.3 就有了 可是Iris 54,000 都没有这样的配备 所以这样子就会让人有一点点心理不平衡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看你的需求怎么样 如果你是要一个妥善率高的车款 你要市区驾驶方便 你要省油 然后你要这些先进安全配备丰富的话 Myvi Hatch 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个人更偏重于操控表现跟稳定性还有隔音的话 那么Iris Active 就是你的需求 接下来我就要做我的总结了 我之前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留言讲 Myvi 虽然讲很多安全配备 但是它的股价不强 你不撞人人家人会撞你 撞了你你也是一样会收成一样会blablabla 但是这辆车是有经过测试的 它在 ASEAN NGA 获得了五颗星的成绩 数据已经证明其实这台车的这个被动安全 例如说它的股价等等是不差的 而且它多了一个安全配备作为辅助 我觉得这个是好上加好的一个环节 你可能不能控制人家来撞你 但是你可以在车辆即将撞人家的时候 让这些安全配备发生作用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碰撞 我个人非常坚持一个理念 就是在发生意外之前保护你 是好过于发生了意外才来保护你的 因为它避免了车祸的发生 你可能可以避免受伤 但是如果是再撞下去才保护你 不管保护多么全面都好 你难免会受伤 这个是我一直很坚持的 所以我一直很欣赏 PRO DUO 它在它的各个车型上面 都下放了这个 ASEAN NGA 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但是我刚才同样也讲到 虽然说 Myvi 给到的安全配备 已经媲美了很多欧系车 但是就像你买智能手机一样 红米也是智能手机 Samsung S22 Ultra 也是智能手机 它们一样可以拍照 一样可以WhatsApp 一样可以滑绘速 一样可以看YouTube 但是拍照跟录影这个功能上面 两个还是有差的 所以这个 Myvi 的安全备备 能够保证你一定的安全 但是它始终是一个辅助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太过依赖它 驾车还是要自己非常非常留意才行 如果是让各位选择 大家会选择这个售价 53,800 令吉的 Myvi 1.5H 还是会选择这个售价 54,800 令吉的 Iris Active 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